Hello guys,歡迎回到狗兵的YouTube頻道 這支影片應該會是2020年的第一支Vlog 雖然2020已經過了快一半了 為何會選擇騎車出遊的影片當作這支Vlog的題材呢? 主要是這支影片是1月9號拍的 算是我個人一個階段工作的結束 同時也希望影片可以有別於前面2019年回顧影片那樣的風格 喔對了,畢竟是1月9號拍的 所以等等可能會在路上看到一些不得了的髒東西 OK,離題了 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時定的千島湖 算是一種探勘 畢竟是平日 當地的店家都是挑在假日才開店的 喔幹,看到了吧 這些就是前面提到的髒東西 晚點回程的時候還會再看到一次 雖說如此 但也要感謝大家在1月11號做了明智的選擇 喔對了 前面有提到這會是2020的第一支Vlog 我想前面就有追蹤我的 都知道 2019年我做了一個挑戰 就是每週都要拍一點 減一點 讓自己記錄自己的生活 同時也提醒自己 每天都要過得有意義 活得要有意義 那2020以後 也算是正式的邁入社會 未來的時間 可能不再能像學生那般如此自由 因此 之後的影片 不會再去列清單 標註年份 還是會標註系列影片的編號 然後讓編號一直頂編下去 而不是每到新的一年 就要開始一個新的清單 不再為了週更 或是日更 而讓影片品質 無法提升 說著說著 差不多也到了附近 就算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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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在中正路那邊有岔路 對對對對 謝謝 歸城又經過了這裡 又看到有這些髒東西 注意前面喔 喔我的天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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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